等于从春节到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微信也都删了 还要我把删除的截图给他看 那我只是关心他们 而且我有点吃醋 他就和别人出去 然后也不和我消息 吃醋很正常 是吧 这么年轻不吃醋 那还行 肯定吃醋 信任是一点一点建立的 因此所以在 一滴恋这个问题上 等于男生现在 有点不放心女生了 是这样吧 那你放心他吗 姑娘 我挺放心他的 你倒是挺放心他的 他就是特别不放心我 因为我平时可能就 说话就比较大了咧咧 也比较爱玩 但是我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可是他就是说 我这不是担心 你们总是打着 关心我的名义 但是他都是在质问我 跟怀疑我 你是不是觉得 有点hold不住他 就真的担心他们 而且我们就 两三个月没见嘛 而且还远 两千多公里呢 我也不能 他出事情也不能立刻去找他嘛 就有时候就会多问两句嘛 那你知道这远 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 那你还问我那么多 万一我要真出了点啥事 你也不可能 第一时间能帮到我 能帮我解决 那你还问啥呀 那还不最后 希望你能来我这边吗 那我还希望 你能来我这边呢 不不不 各自给个理由好不好 我就觉得我在这边 我爸他也在这边 有点经济基础 你来这边的话 肯定不会说 让你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生活困难 都能帮助咱们两个人 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反正我到你那边去 就会有语言障碍 也不是说第一 其实就是 肯定会有语言障碍 让我爸妈去那边 更是不现实的事 我家里条件也不差嘛 然后就我们两个的专业来说 在广州的发展 肯定会比在唐山好很多 我从小到大都在这生活 我也都比较了解 难道是唐山容不下你 你就非得要去广州 大学毕业了 在对于未来的规划上 出现了分歧 彼此还相爱着 是这意思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郭空兄 关于他们的题 我要求每一位老师 我们都给一个明确的 解决方案 这一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这一对的解决方案是 广州更适合他们 两个年轻人的发展 并不是我地域其事 到了广州 你现在就要有思想准备 好好的工作 努力地赚钱 而且你在广州 由于是你的本土 你地域熟悉 给你的女友 想办法找一份 合适的工作 然后通过你们的努力 现在一定要攒钱 而且一定要买房 而且现在要买大房 要有准备 就以后老人一起来生活 好好好 来 夏娜老师 我不支持 反对 我不支持 我完全不赞同 我也真的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分手了一段感情 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 我要去北京 他呢 要去广州 我们都非常清楚 都曾经问过 对方一个问题 你愿意为了我 去到那个城市吗 两个人都不约而同 没问题 我说我可以去广州的 然后他呢 也跟我说没问题 但是他因为 他也是北方人 他那个工作行业 广州是总部 他必须要到广州去 所以他说 我当然愿意去北京 而且我也更愿意去北京 可是北京 不是那个地方的总部 我要到总部去工作 而且爸爸妈妈 已经给我安排好了 我说好 我说那你就去 我说但是 我的这个专业在广州 不一定能有 释放的空间和余地 因为到那边 普通话 它不如地方方言 做这个台前工作 来的优势好 然后我们就很真诚地 说了一句话 我说我有这个心 但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力 因为所有种种的现实 和我的生活习惯 还有我的家人 我要考虑一系列 一大片的这样的问题 你让我为了一段爱情 为了你 放弃我所有的这些 我说对不起 我做不到 我说同样你也一样 你父母辛辛苦 为你联系好了 这样的工作 然后你的前景一片大好 你说我不干了 我就要去北京 我就要去分部待着 我说你爸妈 肯定也不同意 就算我们两人以后 能够走到一起 你爸妈对我也会有意见 会觉得是我阻碍脸的前程 我说那不如 我们就各自发展 如果真的有一方 发展得很好 或者我们的感情很好 好到真的要必须 往一个地方奔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我们在想办法 因为都是大学 刚刚毕业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处理 这样棘手的问题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是什么 我们不要为了爱情 盲目地远走他乡 因为你远走他乡 是要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当你没有这种能力 你后患无穷 你说让他到唐山来工作 住到你们家 你想过他住进你们家 有多么不方便吗 上厕所 洗衣服 吃饭 要不要给你爸妈 交生活费 我甚至在你爸爸妈妈面前 可能永远无法说出 我真实的想法 所以你觉得你一意孤行地 对他好 但是那是真的对他好吗 不是 你会给他 无形当中的压力 他还有苦说不出 因为他在接受 你对他好的同时 他没办法向你吐苦水啊 要不然那不就成一个 忘恩负义的人了吗 都对你这么好了 你还闲着闲呢 但是那种好 受不起 同样翻回来 你为了他 扔下唐山的父母 唐山的亲戚朋友 和工作 奔到广州去 先不说生活条件 适不适应 你要为了这段爱情 把你余生赌上 如果你们爱情失败了 那你就要在一个 陌生的城市重头打拼 或者回到老家 所以我觉得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 就先搁置 我们不要 一意孤行地 要求别人来 我们这个城市 我们的爱情 才能往前推进一步 我们就先这样 忙好搁置的事情 如果真的 爱情到了 要结婚的地步 我们要真的 走到那个地步 我相信 所有的问题 都能迎刃而解